小姐, 你怎麼這麼早啊? 是呀, 老闆叫我回來 說有些事跟著我做 好, 吃東西了嗎? 沒有 現在還好早, 吃東西再做 好 我吃甚麼? 吃甚麼? 雙蛋, 雙腸 好 給我一杯咖啡 霍先生, 你不是來這裡吃東西嗎? 不是, 有時候 聽說這裡的東西挺好吃的 客人也是這麼說的 是 好 怎麼樣?最近工作忙不忙? 忙不忙, 忙不忙 幹甚麼? 好 這東西挺好吃的 我吃了七年了 七年? 霍先生, 電話給你 謝謝 不錯, 這些事應該是管理公司做的 好, 我會跟大道夫經理來看看 謝謝 好, 進去 其他事 店前一梅子 你不是在那裡 這個心裡 是有些事 是呀, 我在收拾衣服, 準備開店 有些衣服不錯, 有些就不太好 好, 下午再說, 再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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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我們酒店的執行經理, 霍先生, 這位是溫小姐 溫小姐, 聽說這裡很多人下跌了是不是? 是啊, 客人一出門就被地毯剪刀了 我想萬一跌到人, 大家都不好 不過這些事, 你早就應該打電話 通知管理公司才對的 我打過了, 打都不通 聖誕之後來了, 我很忙的 所以我才請陳先生你幫我吹一吹 說說說, 這裡算是你們酒店的地方, 是不是? 溫小姐說得沒錯 希望溫小姐提多點意見給我們 那我跟你吹一吹他們 對了, 溫小姐, 最近生意怎麼樣? 還不錯, 近來多了些本地客 就這樣了, 溫小姐, 打擾了, 再見 再見, 溫小姐 再見 這位小姐真麻煩 一時說廁所不乾淨, 一時說空氣調節不好 甚麼事都來麻煩我 你去查一下這間管理公司 服務態度不要客人自然會找你 那倒是 霍先生, 早安 為甚麼有人來 是呀, Jody病了, 請了幾天假 我老闆叫我來帶著他 我來帶著你 好… 好, 走 才托我們代他找你 如果你下次對商場東主的意見 重視一點 就不會有這種事發生了 再見 走 電話響 謝謝 早晨, 黃先生 那張設計圖 做過星期六之前送來 到時候我們開會就會決定 黃先生, 你有甚麼意見 黃先生, 你放心 我們數來以工作效率 作為做事的標準 我一定會找一間 有經驗的公司去做 再見 好 甚麼事? 一定要用最好的雲石, 賈先生 黃太太識貨的 喜架? 那我會跟他說的 我想價錢這方面沒甚麼問題 不過最重要就是要用好的雲石 好 好 是不是那個姓假的判頭? 是呀, 他說雲石起了價 這個人太貪心了, 我不是很喜歡他 是不是一層面介紹你 貪就很貪心 不過他手上有最好的目光 再說, 貪心是他的缺點 也是他的優點 優點? 不貪心的人怎麼會這麼肯拼命去賺錢 黃太太要聖誕節前趕好 除了聖假的, 我想沒甚麼別人可以做到 雖然是 但我對這個人不是挺好印象的 他胡亂開價 有錢出, 他肯做已經算好了 最怕有些人, 你出錢他都不做 那就沒辦法了 媽媽 不錯, 最近忙一點 張太太?我記得 今天下午嗎? 好, 再見 怎麼樣? 張太太? 是呀, 媽媽的朋友 我們只做他的生意也不休做 不過我不是很願意做他們的生意 那你又試想做甚麼? 我有野心 是呀, 你看這張圖太太那張 那張椅子的東西 這個椅子, 退回去 不錯呀, 滑得, 為甚麼要退回去? 劉先生只有五尺三寸高 這張椅子弄得更矮一點 再說, 線條也不太好看 是呀, 你說起就真的 那好吧, 退回去 說起都不明白那些人 畫出來就是這麼老套 有甚麼辦法? 你自己又沒時間畫 瑣碎太多 不如這樣吧, 斯嘉 我以後找多點時間出來寫的時候幫幫你 那就不用你那麼忙, 好不好? Ada, 這些事不可以客串的 我不是客串 那至少我都可以幫你聽聽電話 那不用, 我們可以請人回來聽電話 再說, 我出去做生意 這裡沒有人都不行 那也好, 那我們要登個廣告請個女孩回來 好呀, 八百元一個月 再加零點五百分的佣金 我想可以請到一個不錯 差不多了 我們一起去 掌太太請我們吃晚了 好呀, 做甚麼?這麼早就吃晚了? 我去買點東西 好呀 不錯呀, 不錯呀 我說顏色是一般的 掌太太穿起來了, 還年輕了 我也挺喜歡 你平時的穿起來是不是這麼高? 要不要改一點點? 差不多了, 我看怕不用改了 你給我看看, 這裡是不是好像闊一點 這兩邊 給我收一收吧 好呀 對了, 斯嘉今天有沒有空? 我不知道 一會兒他在樓下咖啡室吃飯 你去問問他 美娥, 你好福氣呀 有個女兒這麼聰明 你兒子不是更聰明 聽說他做生意比爸爸更聰明 就是我兒子聰明的頭 我老公是連生意都不做 全都交給他 你現在去了遊舖 去了巴基斯坦 去了兩個星期 對了, 你私家 知不知道那些風水的東西嗎? 我不知道 我呢, 我想私家 順便幫我老公的寫字樓裝修 換一下風水嘛 這樣嗎?那你自己去問問他 你明天給我電影嗎? 你明天下午來吧 好, 那我先換這個吧 好嗎? 好嗎? 美娥, 我想介紹一下小熊給你私家認識 好嗎? 好, 但我女兒 甚麼都要自己拿主意的 你怕甚麼?年輕的女兒 就讓他去吃飯 不適合我們一起吃飯 不行, 我待會兒有個聚餐 我一定要去的 明天下午一定要給我 好, 沒問題, 走吧 好, 走 你很腥 死我了, 差點兒 地毯是這樣的 我已經打電話叫他們來做的 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人來 是嗎? 我看你, 起碼瘦了十磅, 有沒有? 誰知道, 瘦了十一磅, 七盎司 是呀, 你怎麼這麼聰明? 好, 不只是節食而已 那倒不是 你要節食, 做運動, 蒸氣肉 有很多東西, 足足就洗了我一萬多元 你真是捨得 有甚麼辦法 你媽媽就好 看起來好像三十多元 我看起來真是老得快 對了, Ada 為甚麼你有甚麼方法保持得這麼繆緣呢 哪有呢? 其實你看起來一點也不胖 哪有胖 還說不胖 對了, 師姐 我今天來找你 就想你跟我去我家看看 跟我裝修一下 就跟我去我老公的寫字樓書 裝修過, 換過了些東西 我想換一下風水 裝修就沒問題 不過換風水我就不知道 是呀 為甚麼呢? 我們看看再談, 好嗎? 是呀, 人家都說可以 換過了些東西, 裝修過 我呢, 就會換到風水的嘛 為甚麼不行呢? 那你呢, 就跟我去寫字樓看吧 好嗎? 今天我就沒空看蔣先生的辦公室 我約了人 這樣嗎?那將來都行 反正我兒子常常在寫字樓 我叫他等你呀 少紅, 你還記不記得他呢? 記得, 在派對見過 那就好, 我還怕他不記得 這裡…師家, 來 我告訴你 我這裡要一盞大的吊燈 要放低一點點 那這裡的梳化呢, 我想換過它 全部要發角色 我要白底雙金邊的 那些肚子就只好用絲絨來做 還有呢, 這些窗簾布 我也是要回絲絨做的 你知道啦, 搭配梳化嘛 你的意見多好 我看不用我設計了 就照你的意思去裝修就行了 好, 那我先走了 我還約了人在辦公室 如果有甚麼事, 你打電話找我 再見 對了, 蔣太太 待會我們再通電話吧 再見 Dewick 師家說, 蔣太太一定會打電話給我們 我想這宗生意一定是我們做的 你說是嗎? 那就看情形了 甚麼情形? 蔣太太對師家真的有信心 而且蔣太太真的要裝修 有很多因素的 我看蔣太太她真的想裝修 她說這張寫字樓和家裡換年一身 讓她丈夫從巴基斯坦回來驚奇一下 連她自己改頭換臉, 瘦了十一磅 她先生喜歡人家瘦嗎 那倒不是 她說是哄老公開心, 叫她甚麼都要 洗澡 小丫哥一碟嗎? 正在洗澡 我進去看看他們 嗯 我今天不行了, 我不想出去 大家去看電影, 接著吃飯 今晚我跟他們跳舞 好, 跳舞, 我們三個合一合 這回事不錯 為甚麼不進行?為甚麼現在不進行? 沒甚麼, 我不想出去就是不想出去 好, 我不想出去 Divie 你看甚麼?看著看著都入神了 甚麼事? 你兒子 怎麼樣? 他收牙了, 可不可以跟他哭? 我不覺得他收牙了 還說不覺得 難道等他大變成西瓜跑的人才會覺得 那你就帶他去看醫生 是呀, 還有 我想說以後多給點時間回來張修公司那裡 你也花了不少時間 你每晚回來都叫累 哪裡有呢?我甚麼時候說到呢? 對了, 你明天當班吧 如果沒甚麼事, 兩點半可以回來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兩點半會回來 但明天我可能有些應酬晚點回來 我會想說的, 明天才告訴你 我還好我 你老闆走 我才去那裡 我走到你了 你怎麼走到你了 我怎麼走到你了 我走到你了 我好走到你了 你怎麼走到你了 你怎麼走到你了 你怎麼走到你了, 走到你了? 好, 請坐 隨便坐 派對真是悶 悶你就去 那你就去 我是有原因的 想不想知道 我知道 叫我來聽 這個夜景值一千萬 夜景是夜景 為何總是要給它價錢 那每件事都有價錢 等買起來的時候方便一點 沒錯, 但有件事我不買 因為你買不到 我們只是說笑而已, 何必這麼生氣 再見 真奇怪, 師父不知道開哪一輛車回來 不是我們的車嗎 不是 爹、媽媽, 你回來了 施家, 你開哪一輛車回來 少華山 你沒有牌子, 你怎麼可以隨便開車 沒有牌子也可以開車 那少華山要車用又怎麼樣 要車, 他會坐的士的 好, 師父 好, 你好 我來, 我是六樓的少華山 如果你看到那女生 開我的車走, 你不要攔著她 不過, 她回來的時候 無論多少點 你也要打電話給我 是…謝謝 … 太早就去了 好, 是呀 師哥今天早上九點鐘 約了人家聊天 我已在9點鐘之前 回到公司 現在八點了 實車嘛 好了, 我去 小心開車 知道了, 我不會挖回你的車, 你放心 再見 金姐 甚麼事? 我想換一換口味 進來 霍先生, 這是今天的信件 謝謝 你給我接大堂陳經理 請 陳先生 陳先生, 為甚麼商場那間精品 為甚麼你還沒做好 為甚麼要這麼久 你掌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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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溫小姐 親眼神 平均 店 黄均 快 走了 叫 嘚 David, 你看不看今天? 我下午想見一下你 那不要緊 那或者下午我跟司家出去吃飯 好吧 拜拜 喂? 喂? 蔣太太, 早晨 私家約了一個朋友出去見 下午嗎? 我們等一會看看 可以, 有時間 吃飯嗎? 那有什麼好意思? 你自己日節吃 又要陪我們吃飯了 好吧, 我們先謝謝, 下午見 拜拜 有好消息 蔣太太剛才打電話來 他說跟你聊聊天 我想這件生意一定是我們做的 我早知道這件生意跑不掉了 他還要請我們吃飯 他自己節食, 但經常請人吃飯 他這麼厲害 下菜湯和豬扒 快去吃吧 你每天都吃同樣的東西 不是 給我一個餐餐吧 霍先生, 今天這些豬扒很漂亮 豬扒 有時候的化餐已經飲染了 想點別的菜都不知道怎麼點好 是呀 我想你的生活當然很死板 死板 不是嗎?每天吃飯、睡覺和工作 今天和明天都一樣 我想你閉上雙眼都會想到十年之後 你在做甚麼 這樣又不好嗎? 如果是我, 我就會自殺 我? 我想你的生活一定是多姿多彩 還不夠? 還不夠? 怎麼也比你早這麼晚的 那你又說錯了 我平時要到七點半才下班 如果是輪到我當席的 要做到夜晚兩點半才能走 當班? 是這樣的 我們是輪樓當席的 有時候今天就是我當席 我要到兩點鐘 然後出來大堂這裡巡下 如果是沒事的, 兩點十五分我才能走 兩點, 兩點十五分 聽起來你的行動和忠心差不多 分秒不差 是啊, 分秒不差 我想我今晚都要熬得很晚 為甚麼? 聖誕節嘛 聖誕節來, 普通要裝些應節的東西 你自己做 但是怎麼樣?我一腳踢都習慣了 老闆又是我, 打雜也是我 你真是本事 那我才覺得寂寞 這湯是冷的, 快點喝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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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喜歡她的舊情調 那行了 過幾天, 等草圖畫好 你去辦公室看看 好 我再去辦公室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少紅, 待會兒你陪私家 去你爸爸的寫字樓的時候 看看應該怎麼裝修 而且你那個也是 你的寫字樓要做一下, 要裝飾一下 知道嗎? 好 好 好, 你們兩個先坐一下, 先聊一下 我要進去收拾她的東西 不知道伯母準備花多少錢裝修 錢方面, 我想是沒所謂的 最好要改在這裡的風水 你也相信風水嗎 你說我像不像 是嗎? 我想把窗簾全部換過了 讓房間簡單一點 你是專家, 你拿著自意 你和你媽媽一點也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沒什麼事了, 你下班吧 好啊 喂? 陳先生, 第二天終於搞定了 我覺得這種事呢 下次開禮會的時候 要提出來討論一下 好, 就這樣吧 好啊 Ada 我兩點半走, 大約三點就回家了 你晚一點? 沒問題, 我不陪你了 好啊 我先睡吧 不會, 我會等你 再見 Claing to the night 我們看見 我現在做了一個 我先睡了 我先睡覺 我先睡覺 你應該睡覺 我先睡覺 我會睡覺 我先睡覺 我好睡覺 你睡覺 我先睡覺 你睡覺 我睡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iscover你替我接一百二十五元 别招手 Kate fascy, 你接大�aj 請佛經理在這兒 走了嗎 幾點鐘走的 兩點啊 好了…麻煩你 還好 麻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